新年新气象当然也要骑新车啦 不过新的一年车友对购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来看看啊 要求动力强速度快续航员还要智能化 这么多的要求不就是祥阳台全能性的电脑站是吗 来看看台宁最新上市的超能量的赤兔是不是你的菜 车如其名赤兔可是吕布的座介跑的是又快又远 不过我眼前这台赤兔啊可能比吕布的还要强一些 它搭载的是S9千瓦动力电机 配合食物管智能控制器 实测最高时速53你就说快不快吧 而且啊这款车倒53瓦是非常轻松的 不是那种慢慢悠悠晃上去的 你起步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推背感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它动力太好不好掌握 事实上它是非常听话的 你只要掌握好油门开座 加速还不是踢你指挥 为了保持安全 这台车还配备了前后叠杀 这前杀更是使用了265毫米的超大满盘叠杀 比有的摩托程还大呢 在一般的公路路面杀停止3.8米 安全感满满 这电池部分配备的是一组70F23的大容量石墨系电池 再配合专利技术4.0手电系统 续航里程可以轻松突破100公里 你们说这是不是比旅步的赤途还能跑呢 还没完呢 这台车还有动能回收系统 可以有效的将刹车阻力转换成电能 以此来延长车辆的续航 而且这仪表上还能实时的监控车辆回收动能的状态 这绿线亮起就是代表正在回收能量 真的是看得见的手跌 这台车除了前面有一个超长的踏板空间以外 还有一个超级大的坐筒空间 看看可以容纳像两顶头盔 而且还有不少的富裕空间 我感觉这要是个外卖小哥 连外卖箱都可以省掉 再来看看这62厘米的超长坐垫 就算是双人骑行也不会觉得拥挤 而且还挺舒服的 还有智能化 除了全车LED光源以及无腰式启动系统以外 超值版车型 还有手机智能PP以及GPS功能 时刻掌握车辆的状态以及定位 安全和智能我全都要 当然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 只需要3799的官方指导家 就可以把这台全能性的电魔战士给骑回家 哦对了 这辆车目前还在参加台里联合节的活动 别说我没告诉你 赶紧去看看 有惊喜 谢谢